寒流来袭天气好冷哦 那我们就来学五个跟冷有关的用法吧 第一个 cold 那cold就是比较常听到寒冷的意思 那除了冷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cold去形容那种冷酷的人 它也是个不同的用法哦 cold it is always cold in my room i might need to buy a heater 我的房间总是很冷 我应该要来买个暖气 第二个 chili 那chili这个字呢 它就是那种冷到你会发抖 已经有点不太舒服的那种 但是又不会到冷到你觉得太夸张 那种在中间感的感觉 这种呢我们就可以用chili来去形容它 chili it is chilly today i can't stop shivering 今天冷得让人难受 我一直狂发抖 第三个 frosty 那frosty我们可以先看到frost 这个字frost 它就是霜 那种结霜 那种冰箱有时候那种霜 结霜那个霜的感觉 这个就叫做frosty 那在天气大概是那种要结霜的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frosty 这个字去形容它 frosty a cold and frosty day makes me want to drink hot cocoa 这种冷到爆的天气让我想来一杯热可可 第四个 freezing alright那freezing当然要看到我们freeze这个字就是冷冻 冷冻就是freeze alright还有冷冻库这个英文呢就是在freeze上面加1啊freezer就是冷冻库 所以就想它的冷的程度就跟把你冰在冷冻库一样那么的冷 这种就叫做freezing freezing it is freezing outside there is no way i'm leaving the house 外头冷闭了 我绝对不会离开家门 第五个 Icy 那Icy顾名师也可以看到我ice这个字 那ice就是冰嘛 所以就想已经到真的已经冰冻就是结冰的那种程度了 那这种我们就可以用Icy来去形容它 Icy driving on an icy road is quite dangerous 在结冰的路上开车有点危险哦